大家好,我是老胡 我们在乔治王子市 沃尔玛住了两个晚上 每个晚上的房车大概有20多辆 我们以前去的沃尔玛有标志 晚上不能过夜 有的就写上只有顾客停车 三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 有的沃尔玛写上只能停一个晚上 这个沃尔玛是我们也没写感到很温馨 所以房车在那过夜的也比较多 睡的也比较踏实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从乔治王子市 开车不到100公里 来到了这个小镇 这我们开车刚进入小镇 就看到这块牌子和整理的花搞得很不错 这个城的名字就是文德胡府 从地底位置上是BZ省的中心 这里有休息的地方 有个检疫厕所 有垃圾箱 在亭子的左右两边有野餐的桌子 这里有个酸船小亭子 你看还挂了两盆花 还有人来浇水 看管理是不错 这个城市大概有6500多人 大部分是印第安人 这里自从开通铁路以后 人是越来越多 这个是这个镇的交通图 这是我去过的这个酸船画 搞的较好的一个镇 这四面酸船画 好嘞 下一站再见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旅游服务中心 这应该是十字秀 这些老设备可能打字机 这个老师的照相机 这是1914年6月21日的 有专利权的 这个客战已经被淘汰了 这个牌子是个好牌子 天哪还有 这是纪念皮 这有个漂亮的女孩在这服务 这是学校吗 对 哪一年 我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一学生 一学生 三学生 现在旅游服务中心 1950年重建的 原来是学校 这是黑板 这有地图 蝴蝶的标本 这还有上课的零 这是笔盒 笔记本 这有三个客座椅 搜冻检查机 这就是乐器了 是木头画室 这是沙龙 这是鸡奶器 有些工具看起来很精致的 谢谢 走出旅游服务中心 对面就是个银行 是皇家银行 是1920年 这个可能要作为博物馆的一部分 这是咖啡馆 作为博物馆的一部分 但现在关门是因为疫情没开 这个房子 BC省北方警察局 1914年 这个房子应该是新市 可以在这里野餐 这里过一个小桥 前面还有一个老式建筑 这都是博物馆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一些老式的机械 这个是个老式拖拉机 这个梨队的梨 这个是Redmond房子 1918年 这个是曲南的炉 前方这个是工具棚 或者是马棚 都是老式的机械 这是拖拉机 这些都是后边的配件 梨队的梨 这博物馆周围到处都是这些机械 这台有点像车床 博物馆周围放的到处都是老式的机械 这个是收割机的一部分 这里有一台农业机械 这个小镇主要是以林业和农业为主 它是失业率是最低的 0.17% 家庭收入是8万多 这里有一个火车展览 在加拿大国家铁路 1986年 这个地方可以上去 里面不知道能不能看 有椅子 有餐桌 有热水壶 热水炉 每个车上都有个手动的沙闸 万一脱钩了 它可以用这个沙闸 上面有个小亭子 到上面看看去 这就是一个休息的小亭子 站到高看的远 这里有个图案 B先生的图案 从热路的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底下那个BC能看见 中间有花追尘的那就是文德胡府 再上面一个图案 那就是BC省的省旗 上面一个小亭子 旁边一个加拿大国旗 一个BC省的省旗 这里有个步道 我们在步道里转了一圈 我们准备回到我们房间那去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